你们给我站住 女儿听话 跟爹回去 阮主 怎么办 你要是给爹爹抓住 爹爹肯定会杀了你的 别怕 大不了意思 走 阮主 爹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阮主 你所嫁之人可是当今太子 是未来的储君 听话 跟爹回去成亲 不要 就在这个成书上 将他乱棍打死 扔下去 爹 那杨月真 娘就有来世再报了 阮主 阮主 死亡不过是解决问题最懦弱的方式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一条 你和你的小情郎一起殉情 还有一条呢 我会替你嫁给太子 明日午时 我会让那个书生在承西密林等你 那我呢 你 现在回家 即时到 即迎太子妃 听闻太子妃 大门不迈 二门不出 是闺中女子的表率 而太子殿下 骁勇善战 简直是天作之和 狼才女貌啊 是啊 这简直是我大周之福气啊 天作之和 也不知道过了今天 他还有没有命在 太子殿下轰了 什么 我还没动手呢 怎么就死了 请太子妃跪听 太子说他死后 无人能护着你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 请您自裁 我 我还未曾拜别父母 太子殿下说了 既然入了太子府 就是太子殿下的人了 自然生儿同亲 子力同学 太子殿下说了 如果您装晕的话 我们可以即刻杀了你 让你和他一起入关 没必要这样吧 再怎么说 我们也没成亲呢 不是 该死的太子 死了都不让人消停 太子殿下说了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我可以将您活买 太子太子 你怎么不陪着太子一起去死 敢问您是哪位 太子府统领 周兴 周统领您这是 白灵 毒酒 毒药 请您自选 我现在还不能死 我还没找到 小周哥哥 这两枚戒指 世上仅此一双 你戴上后 就是我的人了 我想等我们一起 逃出去后 我一定娶你 我一定娶你 对不起 不管你说什么 这都是太子的命令 我回来天下的孩子 传太医 这可是太子最后的血脉 可容不得出一点差错 你说是吧 周统领 还要看太医那边怎么说了 太子妃 请 太子妃 请坐 太子死不对证 只要我用内力逼出怨恨 事关无事 没查清楚前 他们不敢动我 恭喜太子 克喜太子 太子妃 确实有孕了 下去吧 请问 周统领 我现在 我现在还需要 为太子殉葬吗 还有我这肚子中 未出世的皇孙 不 不需要了吧 那 那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今日受了惊 若是动了胎气 还愣着干什么 带太子飞下去休息 是 天下 您的太子妃 似乎不简单呢 姑怎么不知道 姑什么时候多了个孩子 姑倒要看看 这个太子妃 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二殿下前几日忽然暴毙 在您快要攻下大梁都城的时候 殿下突然召您回来 四亲 这期间 都透露着诡异 所以我才假死 试试各方的反应 没想到最先跳出来的是 姑的太子妃 不该问的别问 哦对了 您让我调查二殿下的死因 有进展了 果然跟万花谷有关系 这是武座 在二殿下的尸体上找到的 万花谷 属下苏玥 见过姑姑 听说太子死了 正是 既然太子已死 那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当年那个男孩的下落了 谷主说了 太子并非你所伤 他的死也透露着鸡丘 你必须完成 接下来的任务 组织才会同意 你经常洗手 去寻找当年 那个男孩的孝 可我现已借奖运脱身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谷主要求你将计就计 找人借主 怀上龙四 怎么 你有意见 苏玥不敢 别忘了从太子的尸体上 找到可以号令黑龙位的信物 黑龙器 是 组织把你养大 是你从小的家 只要你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组织答应你的事情 都会做到 包括组织在你身上下的骨断 多谢姑姑 宫中的暗庄 会侧面帮助你完成这次的任务 别忘了他的暗号 灵霄花开 铁骑探中 小周哥哥 等我 谁 有刺客 站住 站住 再跑把你们推打断 绝不能让那个小脸上活着回到宫中 你先走吧 我跑不掉了 小周哥哥 你醒一醒 小周哥哥 仔细找找 小周哥哥 你等等我 站住 站住 小月妹妹 放开我 放开我 小月妹妹 小月 你到底在哪 殿下 您休息了吗 不想死 就乖乖听话 殿下 心也有刺客闯入 你没事吧 不该说的 别说 我没事 你去别处看看吧 我要休息了 是 殿下 走 听说 二殿下 和大殿下一母同胞 长得十分相像 不过这二殿下 天生一同 被视为不祥之物 囚禁在冷宫中 没想到 这是真的 我从没听说过 尚书府敌女 爱好夜行 会武功啊 嫂嫂 今日来访 所为何一 你认识我 谷主要求你 将计就计 找人借肿 怀上龙戏 借肿吗 就要借个最像的 为了任务 忍一下子过去了 嫂子你这是在干嘛 没什么 和二殿下借个黄种 我那皇兄还尸骨未寒呢 你现在这么做 就不怕 现在该害怕的 是二殿下吧 这种仪式 我看嫂嫂不太会 要不我来教你吧 你让我调查 二殿下的死因 有进展了 果然跟万花谷有关系 这是五座 在二殿下的尸体上找到的 这女人是万花谷的人 为了任务 忍一下就过去了 你最好不要耍手段 灵霄花开 铁西踏州 你是万花谷的人 果然和万花谷有关 没想到二殿下居然是万花谷的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你的意思是 我怎么会暗地里跟你们私通 抑郁谋害皇兄 我等草民 不敢妄议皇族 也是啊 你等草民 也就只能暗杀皇子 迷奸迷奸二皇子罢了 二皇子谬赞了 太子殿下不是我杀的 至于刚才 也就是任务罢了 任务 这等会乱后宫的好事 我可是乐见其成啊 宫中凶险 果然不假 这兄弟俩 没一个争吵人 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何不联手 如此 我们既是淑嫂 也是盟友 成交 殿下 这个太子妃 果然有问题 这个女人心思倒是灵活 有点意思 她应该是把二弟 当成是万花谷的暗探 这样一来倒是也方便了我们 对外咱们就还 继续隐藏二弟的死讯 那为何不直接将她拿下 这样 您也不用受这种罪啊 看着万花谷 对本太子的行踪 可都了如指掌 这背后之人 定是在这庙堂之内 咱们要是现在 对这个女人直接动手 岂不是打扫金蛇吗 是属下考虑不周 既然如此 我们就继续让她演下去吧 孤岛要看看 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哎 哎 等一下 难道你真的跟她 你 我要见太子 太子妃 你不能进 她怎么来了 哎 没有允许你不能进 哎 太子妃 你有这份心意已经很好了 太子殿下已然顾虚 你还是不要过多打扰 哎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况且我还还了殿下的孩子 哎 王妃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探望探望 也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还是说 太子殿下 不方便 还是说 太子殿下 不方便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太子殿下 这不是躺得好好的吗 太子妃 您还有身孕 还是不便 那就对了 孩子想间谍了 感谢周统领成全 还好殿下速度快 周统领 我想和太子说一些提起话 你先退下吧 太子妃 按道理 祭祀的话是需要有人陪他 我说了 不需要 难不成 我们一家三口说一些提起话 你也感兴趣听 那好吧 那我在门外候着 有事您喊我 别忘了 从太子的尸体上 找到可以号令 黑龙位的信物 黑龙气 找到了 这尸体的温度 你果然没死 听说 我们俩有个孩子 那你这是 谋杀亲夫 周星 周星 你这是何意啊 太子妃 殿下神归 臣妾岂能毒火 成欲去陪殿下 心儿老天开眼 陈妾的日夜思念 终于见了笑 上苍 上苍终于开眼了 是啊 医学奇迹 大周之幸啊 本以为 本以为是个普通的暗器 没想到如此狡猾很多 姑倒是想瞧你了 姑怎么不知道 姑怎么不知道 姑与太子妃有一子 莫非是 太子妃出嫁之前 便与他人有染 我这也是保命之计 既然是保命之计 那你今日 为何拿着刀刃 与灵前自裁 还不是为了杀你 殿下可真的是 冤枉臣妾了 妾身在灵堂之前 夜市处于自保 倒也是人之常情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妾身总在想 怎么能让殿下 一个人孤零零地去了呀 什么功夫 能用内力伪造出韵脉 还能逼出眼泪 挺厉害 当然是杀你的功夫 不过 拿比得上殿下 起死回生的神功 太子这般狡猾 不能留他性命太久 得赶紧结束任务 离开东宫 来吧 来吧 胡君 如此良辰美景 便叫个切莫姑父呀 太子妃这么心情 太子妃 为何如此心机如肥呢 臣妾 臣妾 新月殿下 哦 你新月不 殿下可是大周未来的主君 大周上下 谁认不新月殿下 太子妃做的鞋挺别致啊 不知道是找哪位绣娘定制的 嗯 这是我自己没事坐着玩的 啊 啊 啊 坐着玩的 这也是坐着玩的 太子妃还有多少惊喜 是姑不知道的 殿下 臣妾一个弱女子 带些武器防身 也是理所应当的呀 姑倒想看看 太子妃身上 还有多少防身之物 啊 啊 啊 殿下 你别这样 要我说 还是殿下威猛 都受伤了 还能折腾出这种东西 是啊 我想 我们不久就可以见到小主子了 你们两个不值班 在这做什么呢 还不快去 是 是 殿下 只能一件都没有了 顾不信 把这个也拖了 殿下 战况激烈呀 不愧是殿下 臣妾身上有的东西 都被你给嗦乖去了 真的没有了 真的一件都没有了 殿下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不可能给你 那我就要看看 这个东西对你有多重要 滚 是 殿下 你如此待我 我实在是没脸见人了 我还有事物要处理 殿下 新婚之业你就要如此待我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有事让丫鬟来书房寻我 太子诈死 等待指示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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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王子跟二王子的路数 怎会如此相同 二殿下 二殿下 嫂子 嫂子今日怎么得空来找我 难不成是我那皇兄 无法满足嫂嫂 二殿下 你早就知道 太子诈死的消息了是不是 还有 你同人说话 一向都喜欢你那么近 我那哥哥多知禁药 哪那么容易被人弄死 我说话离嫂子近 那是因为我喜欢嫂子身上的味道 二殿下 我可以为你杀了太子殿下 并且证你离开冷宫 但是作为交换 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一份 连大洲最顶级的武作 都验不出来的毒药 嫂子这么看得起我 可是我身在这冷宫之中 我上哪儿弄得到那种东西 身在冷宫 却能成为万花谷的暗卫 二殿下 这世间 还有做不到的事吗 我可以帮你 这是安魂散 无色无味 连京城中最好的武作 也查不出来什么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带我去万花谷 我要见谷主 我可以帮你禀告 但事情能不能解决 不是我能决定 成交 不过 作为盟友 我提醒你一句 我那哥哥 有那么一点点不好对付 嫂子这是在做什么 身为一个案子 也敢对我不敬 这是对你的惩罚 小丫头 你还有点意思 要判断太子和二皇子 是不是同一个人 只要看他们身上 有没有同样的伤口 救命啊 救命啊 你 你怎么不接我呀 我身上 我身上还有旧伤未遇 在说 你爬那么高做什么 臣妾 臣妾看到 地上有只幼鸟 臣妾想 把他放回去 臣妾 臣妾担心 她的娘亲 找不到他 就这事 你不知道找侍卫吗 摔坏了怎么办 谁知道你不会接我 你怎么一直待在地上 还不起来 我 我屁股疼 你抱我起来 你这 你这么摔下来的 怎么摔的屁股 我腿疼 你 帮我起来 你要是不帮我起来 我就 我就跟人说 太子那方面不行 你 来人啊 太子 闭嘴 太子 闭嘴 宝宝 失策了 那二皇子的一脸 落得那么大 这太子的也太紧了些 太子妃 你平常也这么好色吗 哎 殿下 殿下 这人参当归汤 最适合补身体了 殿下你尝尝 哎 之前爱妃不是说 有身孕在身吗 该补的人是爱妃才的 殿下来 哎 爱妃来 殿下 如此推来挡去 难道 是嫌弃气声吗 既然爱妃 这么好的心意 姑怎么能独自享用呢 不如 我们共饮如何 殿下 殿下 我 我实在闻不惯 这人参当归汤的味道 当真 发誓 那不知爱妃 喜不喜欢姑的味道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完了完了 死定了 这汤中难回三个是剧毒 太子妃的味道不错 殿下 怎么能在外面随意地轻薄人家呢 先生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他怎么知道有毒 莫非 二皇子有诈 查到了殿下 这位替家建来的太子妃 是万花谷排名第二的杀手 传闻只有在月色中才能见到她的身影 人称月剑 万花谷 月剑 据说此人手段很绝 出则必重 从无败气 是万花谷第一高手的得力弟子 那你找到万花谷的下落了吗 还没有 只找到了一些被他们遗弃的据点 看来姑要和太子妃好好聊聊了 云姐 这世间有没有可以改变人瞳孔颜色的东西 西域有一种药水 可以改变人瞳孔的颜色 但是药水只能维持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 若是饮酒 效果还会减半 你是怀疑 二皇子是太子假扮的 嗯 能不能找谷主 证实一下暗庄的身份 暗庄的名单 只有万花谷的谷主才能拥有 且不允许任何人查他 这也是万花谷能存活到现在的原因 既然药水只能维持两个时辰 那我便亲自去探探 二殿下 二殿下 嫂子真是想我了 所以忍不住来找我了 说这二皇子真是太子假扮 那这太子未免也太颠了 二殿下 虽于我那便宜夫君一母同胞 但是性格却大仙径庭 那有何不同啊 你比我那太子殿下 有意思得多 那嫂子 是喜欢哥哥 还是喜欢弟弟呢 我 我更喜欢 酒 我今日心情不好 想要你来小酌两杯 嫂子 莫不是又被哥哥给冷落了 以此借酒消愁吧 说到冷落呀 应该是你才是 我看这冷宫的滋味 好像是不好受啊 双生星 国运落 我天生一同 就被视为不祥 而他呢 身为高高在上的储君 而我 就只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中 就像 老鼠一样 可是 就算是宫里的老鼠 也好过外面的流浪狗 你要是不会说话 可以把嘴闭上 男人 如此喝酒 未免也过于小气 嫂子 你难道就不怕 我酒喝多了 乱性吗 西域有一种药水 可以改变人瞳孔的颜色 但是药水 只能维持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之后 便会失效 听说在西域 人人都天生一同 如果殿下也出生在西域 便不会被视作不祥之人了 喝酒 哇 bize 吃 心 沙沙 沙沙 该不会 你就这点酒量吧 嫂子 你喝醉了 远超两个时辰 应该无误 殿下 你这样太冒险 你用内力延长药效 会出事的 我没事 殿下 上次那个和太子妃 暗中碰面的女人 我们一路跟到独月山 就消失了 独月山 殿下 你说这独月山 会不会就是万花谷的老巢 您这次假扮儿殿下 果然掉到一条大雨 这样 明日我约太子妃 去独月山踏青 你去召集一只猪衣卫 然后提前埋伏着 我倒要看看 这个万花谷 是不是在独月山 是殿下 是殿下 但是 请一身作儿 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此季虽险 但收益可观 只要我们能知道万花谷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来个 一王打进 太子妃 城外桃花开得正好 适合踏青 明日带你赏花如何 好啊 正好这宫中我待得烦闷了 殿下对我真好 出城 那正是自杀太子的好时候 这个消息 要尽快通知出去 消息已收到 机会难得 除之 他怎么会是我的小岳岳 他怎么会是我的小岳岳 今日就是太子的子气 只要出了城 太子妃 有点紧张 第一次和太子出门约会 自然是有些紧张 是吗 我还以为太子妃有事瞒我 或者说 是做了对不起姑的事情 不会 不会 那就好 他是察觉到什么了吗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停车 别跑 快给我站住 小家伙 你还敢跑 我让你跟老子跑 走 我不和你走 闭嘴 我不认识你 老子打死你 把你卖到没厂里做苦力 哭哭哭 哭什么苦 再老子打死你 把你卖到没厂里做苦力去 你放心 有我在 我永远也不会让你受伤的 臭小子说什么呢 小子 小月姐姐 小石头 怎么是你 你个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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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在大洲动用私刑你好大的胆子 见到太子殿下还不跪下 见过太子殿下 大洲律法 动用私刑者 帐五十 是小的 永远不是泰山 冲撞了殿下 这小孩是我儿子 不听话 我教育教育 太子饶了我吧 你说谎 你是人贩子 人贩子就该死 你胡说 我是不是他爹 你怎么知道 小月姐姐 她说 我跟他走 他就给我糖吃 他骗我 大凡 故平生最恨的就是拐卖人口 大洲律法 管拐卖妇孺 主连九足 太子饶命 饶命 我不敢了 饶命啊 饶命啊 这次咱们可转发了 这些可恶的人贩子 将来 如果我能成为朝廷上的大人物 我一定会立法 所有人贩子都要猪连九足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小月姐姐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小月姐姐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我们好想你啊 小朋友 你认错人了 赶紧回家 你家里人该担心了 殿下 我帮你处理伤口 这点小伤没事的 你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小孩认识 不认识 他 应该是认错人了 刚刚顾钥匙不下马车 那个人贩子恐怕下一秒就要伸手一触了吧 切身小的时候 有些不好的回忆 所以十分痛恨人贩子 你一个尚书家的千金 从小养在深归大院 也会遇见人贩子 我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必须要完善律法 才能真正的震慑住人贩子 太子将来 一定是个造福百姓的明君 谷主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保护殿下 有刺客 保护殿下 有刺客 太子殿下 你若是还不出来 我就让人乱剑射死你 外面太危险了 他们现在毕竟为了杀我 可不会管你的死活 保险 快 你乖乖在这待着 殿下 我们低估对方的人数 别慌 我们的人马上就到了 再等你们的人 恐怕 他们已经来不了了 殿下你先走 我断后 这个黑心的女人 我早就该杀了你 太子妃 你果然让姑失望了 我说 岂就 我说 你 你 你 我说 你 你 我说 你 你 我说 我说 你 你 快点跑 给我追 悍徒 你受死吧 你 看未来或挣扎或释怀 我只相信你的存在 离不开离不开最好的期待 对你为什么 死有余辜 走 你醒醒 你快醒醒 坚持住 这剑上果然有毒 云姐定会认为我有了判心 才会置我于死地 我当初为何要救她 真该死 我怎么说云姐都不会相信我 不如 直接把她的脑袋割下来 呈上去 才能打消云姐对我的顾虑 她可是为了救我所杀 我该怎么办 如果不杀她的话 就找不到小周哥哥 组织也一定会杀了我 算了 既然她毒发身亡而死 我点多算是个剑死不救 小月 你放心 我不好 你说什么 小月你快走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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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她是小周哥哥 小月你快走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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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啊 难道 小月 她是小周哥哥 肯定是我想多了 小周哥哥那么善良 他那么浮黑的人 怎么会是我的小周哥哥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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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草 小月蓝 小周哥哥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专门治疗伤口化浓的 还可以解毒 是我娘亲告诉我的 里面有白痴 白痴 白痴草 小夜兰 小周哥哥 你懂得可真多 这解毒药的配方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小的时候 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这个解毒药的配方 除了我娘和我知道一般 那就只有小月了 难道她是小月 太子殿下 甲巴二皇子 很好玩吗 太子殿下 甲巴二皇子 很好玩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疤 是二殿下身上的 你为什么会有 到现在才发现 嫂子 说 你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 就是潜入万花谷内部 将其围剿 我说的没错吧 万花谷第二杀手 月剑 你骗人 万花谷杀的 都是为非作歹的恶人 太子殿下 你应该早就 知道我的身份 你甲巴二皇子 为了套我的消息 你还真是狡猾 我再狡猾 也没有太子妃 胆大包天 不过 今日是你杀我的 最好时机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你是一个 合格的储君 若将来有一日 你登上皇位 那些百姓 就不会过得那么苦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今日为何要救我 因为我同情你 你本生性善良 却被万花谷操控 万花谷借刀杀人 操纵朝堂 你不过是他们的 一颗棋子而已 你胡说 我从小在万花谷长大 万花谷是我的家 不信 这些就是证据 这不可能 是一定都是假的 是真是假 你大可以去调查 太子妃 你到底是不是 我的小月儿 谁 殿下的伤势严重吗 回太子妃 不严重 幸亏周统领 及时找到你们 换完药就好了 太子殿下 说自己想走一走 我来吧 小的告退 你打算 怎么处置我 你是姑的太子妃 你想让我 怎么处置你 你明知道我是 你以前的身份 我不在乎 你就是我的太子妃 姑只会在意 你是不是 当年的小月儿 十三年前 那个解药的配方 你是不是 殿下 属下有要事禀报 姑让周兴陪我 去走一走 去去就来 好 殿下 我们找到当年 绑架您的歹人了 那小月儿呢 说 他们说那个小姑娘 后面被一个老宝买去 现在 应该在一个青楼里 只是 没有具体的下落 你说什么 姑的小月儿 被卖到了青楼 现在给我去找 哪怕翻遍 整个大周 也给我找出来 是 小月儿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都不会放弃你的 她不是姑的小月儿 这次厮杀太子的任务失败 怎么着都交代不过去 眼下没人 正好可以找找太子的信物 黑龙剑 拿她 先去走车 拖上你这 我都没有 疯狂的 那我都不会让你 找到一个小姑娘 我都不会让你 想到你 我都不会让你 找到一个小姑娘 藏得如此隐秘 一定就是他了 贺锦中 小周哥哥 他就是我的小周哥哥 原来他就是我的小周哥哥 所以云姐从头到尾 都知道我要自杀的人 就是我找寻多年的小周哥哥 不会的 云姐是我的家人 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不行 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 姑姑 我从小把你养大 我最是心疼你 这一次你让我伤亡惨重 你让我怎么为你烟火 我今天不杀你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宽容 可是这个月 古内组织杀手的解药 我不能给你 这是对你的惩罚 是 经过这次的刺杀 太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并且处处提防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导致的 我听说 太子倒是对你照顾有加 太子 他的武功高深莫测 我只能取得他的信任 我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哦 你的意思是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获得太子的信任 是 你杀了 你分明是对太子动了心 你分明是对太子动了心 苏玥 我教育过你的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你难道不知道 一把废掉的刀是什么后果吗 再给你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太子必须死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 太子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小周哥哥 是 我从小把你养大 难道你要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 你先前答应过我的 一旦我完成任务 就让我恢复自由之事 也是假的 你不会真的天真到 真就以为 踏上这条路还能走出来吧 本来看你是个好苗子 没想到你这么明顽不远 那就别怪我心狠了 带上来 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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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姑姑 姑姑 你这是做什么 姑姑 你以为组织不知道 你私下收养了那么多的孩子吗 不过是睁只眼闭一只眼 既然你不乖 那我不介意用点手了 姑姑 是我连他 是我违反谱内的规定 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 你别逗孩子吗 姑姑 放过他们 那谁来放过我 所以我告诉你 这十个孩子和太子之间 你只能二选一 姑姑 姑姑 既然你不想选 不要 那我帮你去 动手 小石头 小石头 小月姐姐别管我 不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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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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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 小石头 苏月我警告你 半个月之后 我要是看不到太子向上的人头 那你的这群孩子 不过你要是完成了任务 我就把这群孩子 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好 我知道了 这个是治疗伤口的 你自己涂了就滚包 姑姑 姑姑 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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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 太子妃 见过太子妃 怎么了 周统领 有什么事吗 你还是去看看殿下吧 殿下他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这两枚戒指 世上仅此一双 你戴上后 就是我的人了 我想等我们一起逃出去后 我一定娶你 对不起 小月 是小周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半个月之后 我看不见太子的向上人头 我就杀了这群孩子 你来了 你尝尝这杯酒 江南金贡上来的 连姑的命都敢要 现在却连杯酒都不敢喝 她这是怎么了 怎么喝之前判若两人 太子妃 如果你要是发现 以前很喜欢的人 现在是一名妓女 你还会爱她吗 我觉得吧 只要她保持本心 我反正是不会在意的 你做过妻女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算是做过 我也是出于暗杀任务假扮的 好 苏友告诉你 那些孩子和太子之间 你只能二选一 半个月之后 我要是看不到太子向上的人头 那你的正确孩子 孤雖贵为太子 却保护不了自己所在意的人 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 殿下贵为太子 受尽天下贡养 你又有什么憾事 太子怎么了 这天下事 也无能为力 也遗憾过 对此也无可避免 我站在你左边 我守护你一夜万年 就算忘记了时间 放弃了明天 我们离不开 离不开 给你我所有的爱 依然在你身边 看未来 或挣扎 或释怀 我只相信你的存在 离不开 离不开 最好的期待 对你的依赖 会不会 等能醒来 你就这么点酒量了 我该怎么办 小周哥哥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太子殿下 我们再喝一杯 喝一杯 酒量这么差 还喝那么猛 姑为什么总感觉 你很熟悉 如果你是小月儿就好了 谷主 这么久了 死杀太子 一点进展都没有 谷主 够了 我不想听你狡辩 万花谷对于废物 是怎么处理的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谷 谷主 属下觉得 苏业他动了情 其子一旦动了情 便会失去理智 这样的人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吧 谷主 苏业虽然现在 知道了真相 但是他目前也没有办法 逃脱万花谷的掌控 以属下看 不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给他机会 谁给我机会 罢了 既然棋子废了 必要使 将他杀了就是 是 等等 既然这样 那就安排另外一个人进去 代替他的位置 娘娘 这是连月 你把他安排进去 顶替苏月 是 殿下 查到了 当年那个小姑娘 你的小月月 现在在皇城一家 名为望月阁的地方当头牌 殿下 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呢 前两日我们才得知消息 这么快就查到了 并且还就在京城中 我的时间没有多少了 如果 我能尽快把孩子解救出来 我就可以早日除掉万花谷 这样一来 朝堂也算是清静了 小周哥哥 你应该会很轻松 翠儿 翠儿 太子妃 这是怎么回事 这 太子殿下呢 殿下他 罢了 我自己去找 太子妃 这么多年了 太子殿下找这个心爱之人 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得偿所愿了 听说 还是望月阁头牌连月 你们看这阵仗 比当年娶太子妃的还大 看来这个太子 真的很喜欢这个连月姑娘 对啊 她是谁 为什么要假扮我 她的企图是什么 有请太子 太子妃驾到 我之前假死 被扔进乱葬岗 出来后 又被人抓到了青龙 没想到第一次出门 就遇到了殿下 我现在都还觉得 这是一场梦 给我 我让你给我 还给我 小的时候 你就天天拿着这枚戒指 还小舟哥哥 原来这就是你和贺锦舟的定情性 姑姑 姑姑你还给我 姑姑 这枚戒指 就是能够让太子和你相认的幸福 你记住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太子失散多年的青梅竹马 小月 这东西果然好用 太子殿下 我既已入府 怎么迟迟不见太子妃姐姐 还是说 姐姐她不想见我 不必了 她 你没必要去见 殿下大婚 臣妾怎么能不来 你不是身子不舒服吗 不在婚院歇着来这干嘛 殿下大喜 臣妾就是还剩最后一口气 也要爬起来恭贺殿下 这是臣妾身为一个正妻应当做的 再者大周有规矩 夫君纳妾 如果得不到正妻的祝福 可是不会幸福的 所以臣妾来为太子殿下主持婚礼来了 太子妃果然大度 要是给寻常人家 只怕早被赶出去了 是啊 这要是让我给我家夫君纳妾 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真是可怜太子妃 对太子的一片真情啊 既然如此 便有劳了 姐姐 您不要见怪 我本来入府是要给您去请安的 只是殿下不让 殿下说我身子不好 这万一传给了太子妃姐姐 便是我的过错了 也怪我 刚入府还不懂规矩 好大一朵白莲花 贺锦州喜欢的居然是这款的 殿下 大州有个规矩 您要是纳妾 您也要坐在上头 不必了 不陪莲夫人一起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何必讲这些繁文入籍 来人 放茶 姐姐 您喝茶 有没有烫到 怎样 殿下 都是我的错 惊扰了姐姐 妹妹 不好意思 都是姐姐的错 都是我 我没有端吻 应该是姐姐 给妹妹赔罪才是 来人 再上一杯茶 妹妹 你这次 可要端吻了才好 姐姐 请喝茶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妹妹 一定要好好侍奉太子才是 来人 把太子妃扶下去 休息 不必了 臣妾自己回去 多谢太子殿下的关怀 不过 好歹是殿下成亲 别忘记 让人送一桌韭菜 来我院子里 我也好高兴 高兴 看来太子对太子妃也不是没有感情 得想个爸爸破坏才想 有没有烫到 太子现在 应该在动防花烛吧 我想她做什么 现在 最重要的应该是先想办法把小石头他们安全救出来 这个香 是万花谷特有的花制成的迷情香 男人只要闻到 就会控制不住欲望 助你早日怀上太子的肿 今天 无论如何 我一定把太子拿下 月儿 太子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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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先坐 太子哥哥 莫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不如 我们早些休息吧 太子殿下 莫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我们早些休息吧 天气凉了 天气凉了 别照料 太子哥哥 太子 姑还有工事要处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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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香都拿不下你 这 云洁给的 都是古中的精品 这 太子 这太子 该不会是不行吧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妹妹 一定要好好侍奉殿下才是 姑取亲 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石头宝贝 也弄好 石头宝贝 莫不是哪个野男人 起身 好好看清楚 姑不是你的石头宝贝 太子殿下 你今夜不去你的洞房花竹 来着凤一哥找我做什么 石头是谁 他怎么知道小石头 难道他已经查到小石头了 你问他做什么 男的女的 男的 怎么了 很好 太子妃有了不误 还想着别的男人是吧 你在想什么呢 那殿下您不是也一样 找你的莲夫人去啊 好 是不是我娶谁 你都不在乎啊 殿下贵为太子又是未来的储君 哪怕三宫六院和臣妾有什么关系 我不爱殿下 此人也不会在意 娘娘 殿下去了凤一哥 什么 滚出去 这个贱人 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太子娶我的日子 居然还勾引的太子去自己那里 看来合作是合作不成的 那就看谁 齐高一筹吧 哈哈 哈哈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是不是我娶谁 你都不在乎 殿下贵为太子又是未来的储君 哪怕三宫六院和陈前有什么关系 我不爱殿下 此人也不会在意 想不到有一天你也会中州 走得还挺早 娘娘我们走吧 娘娘 外面什么声音 怎么那么吵 连夫人向您请安 已经在外面沾了两个时辰了 什么 娘娘 我们走吧 太子妃也太过分了 昨晚明明是您的新婚之夜 她故意把太子勾过来 分明是轻视您 现在又让您站这么久 分明是故意作戒您 住嘴 太子妃这样做 一定有她的苦衷 我受着就好了 不碍似的 娘娘 我们走吧 太子妃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就告诉太子殿下 我倒是不知道 我怎么就过分了 姐姐 都是吆黄不懂事 您可别责罚她 下人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娘娘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们夫人从未想过与您争什么 放肆 本宫身为太子妃 何时轮到你一个丫鬟来致婚 太子妃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管好 你要打 就打我好了 好 你确实该打 教本宫做事 本宫打的就是你不分尊卑敌数以下犯上 太子妃 如果我这个时候晕倒的话 妹妹 你该不会是看到太子殿下要来了 想要假装体力不知晕倒吧 妹妹 你该不会是看到太子殿下要来了 想要假装体力不知晕倒吧 姐姐不妨就教教你 什么叫做白莲花 太子妃 你 妹妹 我不过就是教训了一下你的丫鬟 你心疼丫鬟也不敢来推我呀 我没有 我没有 我 对 是本宫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又不巧摔倒在莲夫人的脚下 妹妹 昨日我真不是故意的 是我怕黑 太子殿下他不放心我 才来凤一阁彻夜照顾我 我竟忘了 昨夜是妹妹进府的日子 妹妹你不会怪罪我吧 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我只是 那就好 那就好 昨夜是我的一时疏忽 还以为是我和太子殿下 对不住了妹妹 新婚之夜 就让妹妹一人独守空房 到底怎么了 都怪殿下 昨夜折腾的臣妾腰都酸了 刚刚都差点体力不知摔倒了 真的不怪莲悦妹妹 殿下 不是这样的 是太子妃 把我们夫人战了好久 一出来就不分青红皂白 打了我们莲夫人一巴掌 你看我们夫人现在脸多肿着呢 是吗 太子妃 你住嘴 太子殿下 你不要听她乱说 这根本就不关姐姐的事 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看好时间 去拜访姐姐 惊扰了姐姐的休息 太子妃 你可知错 臣妾不知 还请殿下明示 殿下 你下犯上 把这公规 应该直接处死 现在明白了 臣妾记住了 以后 就这样处理 是不是吓到了 以后见到太子妃 不用行礼 是 送莲夫人回去吧 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查到了 是莲夫人点的香 里面的成分包含毒月草 是毒月山特有的 果然是万花谷的人 万花谷 万花谷 他们既然已经有了太子妃 为什么要新的人接住你 更换棋子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现在棋子不受控制了 所以才会费尽心思 安插一个新的棋子 在我的太子府 这么说的话 太子妃对太子殿下 动了心 所以才会背叛组织 那这么说的话 太子妃岂不是很危险 不管如何 我们想要查的事情 已经快接近真相了 现在连月已经浮现出来了 连月是浮现出了 可如今太子府 像个漏勺一样 不管是什么原因 既然知道小月的故事 并且还拿得出这个信 那就说明万花谷 有小月的消息 想必之前放出小月 如今在青楼的消息 也是他们放出的 殿下说的有道理 可这万花谷的事情 为何不直接去问太子妃 那样岂不是更加快速 你派人去盯着连月和太子妃 有什么情况 立即告知我 还有 接下来的事情 更要小心行事 莫要打草惊蛇 有必要的时候 一气致命 是 夜山寒露 春花秋月 你果然是万花谷的杀手 你还有八天 云姐说了 若是你完不成这任务 后果 你自己心里清楚 云姐还说了 你需要配合我 让我 成功怀上太子的种 怎么 连上床的手段 都需要我教你了 那倒不用 不过 我需要你帮我 把药粉 喂给贺锦舟 这个事情 你明明可以自己做 来找我做什么 我要你帮我 把贺锦舟弄到床上 到时候 我肚子里的 便是太子殿下 唯一的种 他会合理地 继承所有的一切 组织说了 皇位 该易主 好 你打算怎么做 明天 喂给太子 我 太子妃 殿下说了暂不见人 请您原谅 前些时日殿下受伤 这趟是大补 特意送给殿下的 您给我吧 我送进去 你来做什么 臣妾绝对不会 打扰太子殿下 和莲夫人的雅兴 殿下 太子殿下 你怎么了 太子殿下 姐姐 你怎么能毒害太子殿下 姐姐 你为什么要毒害太子殿下 我 我没 这是小石头的平安口 万瓜 不留费 白人 太子妃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允许 就只踏出凤一哥半步 我没有 我 姐姐 你真是糊涂呀 太子 可是未来的天子 你怎么能毒害太子殿下 你如今这么做 妹妹 也不好帮你求情呀 你说 对吗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莲夫人请回避 太子殿下中毒一事 我一定会彻查清楚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 来人 把莲夫人带回去休息 殿下 莲夫人 请吧 来 太子殿下 我自己来 这汤是有问题的 难道说太子妃 真的想只孤一死 殿下 属下昨夜 见到莲夫人 一桩去过凤一哥 见过太子妃 好 看来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猫腻 属下刚才还看见 太子妃在见到殿下吐血 十分的心急 似乎 不知道这汤里有毒 反倒是莲夫人 她的反应 太过于镇定自若了 要不要我去找太子妃 查问清楚 不用 以她的确信 她不会说出实情 那太子妃现在 还关在凤一哥 要不要把她放出来 先关她一阵子 山猫的力招 也该打磨打磨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和锦州她不会有事吧 该死的莲鱼 居然骗我 芸姐 您交付给我的毒药 我看见苏业 下给太子了 她亲自下的 嗯 算她还有良心 也不枉我替她说情 保她一番 不过不能掉以轻心 你尽快怀上孩子 是 你要做的 就是离间太子 和苏月之间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 这苏月确实是个好苗子 只要让她尝尽 被男人伤害的苦苦 她也会能彻底地断情断爱 成为我们万花谷最好的刀 殿下 太子妃不见了 什么 什么 她打晕了看守的侍卫 她不会是回万花谷了吧 救命啊 来人啊 任务屡次失败 现在回万花谷 凶多吉少 准备攻打万花谷 殿下 您自己一定会打扫金蛇 到时候您的小悦啊 一起打扫金蛇 太子妃更重要 召集诸一位 随过去救太子妃 是 殿下 苏月 万花谷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看在你多年忠诚的份上 赐你个全尸 你自己选一个死法吧 小周哥哥 这次月儿不能陪你 小石头 姐姐对不起你吗 苏月 万花谷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看在你多年忠诚的份上 赐你个尘尸 你自己选一个死法吧 多年忠诚的 不愧是我万花谷的人 有种 这个药只是试探一下你的 没想到你喝了 不然你死定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可知道你今人错在哪 属下不知 请您明示 你错就错在爱上了太子 好在你今日乖去 没有反抗 不过你也看到 谷主今日对于你 也算是格外开恩 不好了 不好了 太子带兵围攻万花谷 这里交给你了 是你把人带来的 不是我 我没有 我们万花谷从小把你养大 没想到居然养出了个白眼狼 好 既然你有活路不走 那我今天就杀你 我的人你也敢动啊 我杀你 我杀你 你 殿下 追 走 你怎么来了 殿下 没有追到 但是在后山 发现十几个孩子 怎么处置 小月姐姐救救我 别杀他们 别杀他们 你就这么在意他们 你个灯徒子 快放给我娘姐 不然我要你好看 怎么 你是背着孤 跟别的男人有私生子 我是不想让这些孤儿 无家可归 小周哥哥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收留 所有的孩子 让他们不再是孤儿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无家可归的 你会不会就是孤儿 你会不会就是孤儿 子墨 你不希望我救你 万花谷的余孽 已经清除得差不多了 你之后还想替他们做事吗 殿下 李延夫人要见您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 太子 你这是做什么 幻花谷杀手 是炎月 你居然知道 你脖子上的戒指是哪儿来的 戒指的主人又在哪儿 这戒指 是我的 我之前就问过你一些问题 而你一个都答不上来 当时我就知道你是假的了 而我的小月儿 只会叫我小周哥哥 但这样 你只能证明我不是小月儿而已 所以 你就对我用私行 之前 你在梨花阁里点的香里 有独月草 而这独月草 只有独月山有 我先前就知道 这独月山是万花谷的老巢 而你又在这个时间来 不得不让人怀疑吧 所以 我是从那个时候就露了馅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戒指到底是谁的 我是万花谷的探子 我永远都不会让你知道 这戒指是从哪儿来的 戴下去杀了 你不想知道戒指的事情了吗 既然你不想说 那我可以让你永远逼死了 因为我总能查到 没有我 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是谁的 太子妃 太子妃时日无多 你想让她留下来跟我陪葬吗 太子妃时日无多 你想让她留下来跟我陪葬吗 你什么意思 她中了毒 如果再不解毒的话 便只有三个月可活 我看 不如你跟我做笔交易 反正这万花谷的人 也被你杀得差不多了 目前也就剩我了 你在威胁我 取舍 还不是在于你吗 你若是想让她日日承受弯心之苦 最后又活活痛死 那你杀了我 你要是敢骗我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明白没有 带走 小周哥哥 我时日不多了 你怎么了 没事 万花谷的情况怎么样了 你还在担心她呢 没有 只是 万花谷不见得都是 手上沾满鲜血之人 有些从小就被带来 他们没得选 比如你 对吗 要是没把小石头他们救出来 事后他们也会成为 冷酷无情的杀手 从今往后 你不是什么万花谷的杀手 你是孤的太子妃 孤主 万花谷情形如何 太子除掉了吗 太子善于用兵 万花谷的人已经被金属剿灭 我也是死里逃生 赶来向您汇报的 金属剿灭 本宫养你们这么久 全都是废物吗 废物东西 连万花谷都守不住 留你还有何用 实在是那太子太过于狡障 他顺着苏月 行了 失败了就不要再找借口 多说武艺 我当时还是怀疑 他对苏月有情感 现在属实了 人一旦有了情感 就会有了弱点 等着瞧 太子已经在死的路上了 殿下 殿下 怎么了 皇上让您即刻进宫 皇后娘娘宣太子妃入宫觐见 皇后 我马上去 母后 把她拉出去 这样得三十 母后 不知道臣妾做错了什么事 我好像从来没有得罪过皇后吧 既然你爱上了客气球 我动不了她 我还动不了你吗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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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顶撞了皇后娘娘 现在在昆凌宫被打了板子了 住手 接着呢 鼓手住手 太子 这昆凌宫是你想走就走的吗 看在父皇的面子上 尊称你一生母后 要是太子妃有任何差池 鼓绝不放过你 你 如此不分掌幽尊卑 太子 你还知道我是你母亲吗 好 很好 看来太子是动了情 没非 我会让你的儿子跟你一样的结果 毫竟我心痛之恨 殿下 太子妃中的蛊毒 是一种名为百日蛊的毒 这种蛊的毒素十分强大 需要每三个月服一丝解药 若是不按时服下解药 将会暴体而亡啊 此毒素可有解药 很难 这种毒 是由一千多种不同毒素的幼虫 培育而出的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现在这是愿意相信我说的话了吗 给我解药 我可以既往不救放你一条生路 没想到啊 一向法度严明的太子殿下 居然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 只不过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没有解药 没有 那你也不配活着了 我可以 我可以帮你找到解药 但是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你削了苏月 赢我为太子妃 你找死 你现在杀了我 太子妃也活不下去了 只有你娶我为正妃 苏月才能活下去 你知道骗我的下场 我当然知道 我要你向全天下都宣布 娶我为正妃 洞房的当晚 我会把解药给你 好 一言为定 殿下呢 罢了 我去找他吧 太子殿下 下去 万花谷的余孽交单 是你 带人杀的太子殿下的胞弟 二殿下 就是口供 万花谷针对二殿下的行动 我毫不知情 也并未参与 不然当初你假扮二皇子的时候 我又怎会找你相助 谁知道你怀的什么鬼胎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 你还想撒谎吗 我们二人相处了这么久 你不相信我反倒相信别人的片面之词 你和万花谷的那些人有什么不同吗 都是藏在阴沟里的老鼠 双手沾满鲜血 你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姑不相信他们难道相信你吗 贺锦州 在你的心里 你就这么想我是吗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牺牲了多少 牺牲 你接近姑 不就是为了杀了姑吗 难道 你以为你做的那一点 微不足道的小事 不就能既往不咎吗 不是的 是我 你是我的 你想说什么 我是你的什么 没关系了 一切都不重要了 反正在你的眼里 我不过就是一个双手 沾满了鲜血的肮脏杀手吧 对不起 因为 我知道 如果我告诉你真相 你是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你现在已经不配坐在太子妃之位了 太子令旨 太子妃卫士 擅渡济财 祸乱朝纲 罪状确凿 证据确凿 今 废除其太子妃身份 严惩不淡 以警效尤 连月会代替你 坐上太子妃之位 好自为之吧 既然在你心里 你这么想我 那你当初为何舍命救了我 你想多了 就你只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 说到这儿 姑还要谢谢你 不是你带路去了万花谷 我们怎么能一曲歼灭 万花谷的余孽 来人 将罪切未识 关起来 如果没有往日之音 就不会有今日之果 这罪 我认 愣着干什么 带走 你来做什么 姐姐 好久不见 我想知道 你用了什么手段 得到了贺锦州的信任 让 让他修了我 也是你的主意吧 没错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因为他爱上我了 我可是他 我可是他 青梅竹马的小月儿 你以为靠一个戒指就能骗过多指尽腰的贺锦州 你这个假货 时早就会被戒指的 时早会被揭开 你的下场 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可是他还是这么做了 因为他要给我一个名分 也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 一个名分 你怀孕了 对啊 我怀孕了 是太子殿下的 看来什么事情 都骗不过月剑呢 你一个千年排名第二的杀手 在我面前还嫩了点 贺锦州 他只不过是想从你身上 得到什么东西罢了 你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都不知道呢 他爱不爱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我肚子里面 怀着他的孩子 我就能名正言顺地 坐稳着太子妃的位置 太子殿下 可能的确是看不上 我这种低贱之人 但是你别忘了 我还有一样东西 迷情香 你可真是不择手段 我也是迫不得已了呀 如果换作是你 你应该也会这么做的 毕竟啊 这太子殿下 可是人中龙凤 是谁不想得到呢 云姐之前可跟我说 你是万花谷最忠诚的杀手 忠诚 人不畏己 天诸地你 况且这万花谷 已经被太子殿下一锅端了 我当然 是要好好 为自己考虑一下 这太子殿下 可是储君 等他登基以后 我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皇后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也会这么选择 来人 这个女人 今天就赏给你们了 姐姐 你一会儿 就会全身都没有力气的 毕竟啊 我们都是同一个组织 一起出来的 我当然 要送你一份大礼 再过几个时辰 我就要跟殿下成婚了 我又怎么能亏待了 姐姐你呢 所以啊 我帮你找了两个男人 让你也尝一尝 男人的滋味 这些啊 都是殿下 精心安排的 我走了之后 把香点燃 这个女人会武功 记得等香燃进了 再进了 今天一定要玩死的 再来跟我赴米 小美人 我们还没有享受过 太子妃的味道 今天也算是大饱口福 小美人 不要怕呀 我们很轻的 别过来 别过来 别 别过来 滚 滚 只要过了今晚 我和太子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了 不过来 明显 我们也不过来 很久要 你也不过来 可以吗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就要喝了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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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辈子 把药给我 明天 明天就给你 今日 你我大婚 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情 如果你不想辜负这良辰美情 就把情药给我 还给我 看来真的是这个 周星 殿下 拿去看一下是解药还是毒药 是 太子殿下 今夜你我大婚 难道你要失言了吗 你不配戴这个戒指 你怕是现在都不知道 这戒指的真正主人是谁吧 就是苏月啊 你心心念念的小月儿 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 她为了找你 不惜为万花谷效力 不过 你现在知道了这些 为时已晚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夜你我大婚 再加上姐姐深夜寂寞 我自然是要给姐姐安排体贴 你做了什么 别急呀 我给她下了催情药 这个药 无论武功再高强的人 都会毫无力气 对了 我还给她安排了两个剑鞘的狼军 只怕现在 他们正在跌鸾倒缝 最生梦死的 我还忘了告诉你了 我跟她说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她这辈子 做梦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个贱人 来人 把她给我拖进朱一位 让她拖着朱一位的手段 你杀了我 苏月也一样会死的 我们两个人都中了毒 只不过我比较听话 谷主把解药给了我 而她就不一样 她三番五次的忤逆谷主 她现在 不但没有解药 反而毒药的剂量 被加重了 那又怎么样 姑不在乎这些 姑可以陪她一起去死 但是现在 你倒是该死了 来人 把她拖下去 让她尝遍所有酷刑 不要 不要 月儿 你来了 我们还没有享受过太子妃的胃 今天也算是大饱口福了 小美人 不要怕 我们很轻的 小美人 月儿 你怎么样 起来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一早就知道 你一定能察觉烈鱼的不对劲 你把它解决了吗 解决了 殿下 太医察验过了 确实是解药 倒水 来 怎么样 是解药 莲月是万花谷的人 我现在中毒 时日不多了 说不定哪一天就没有命了 我现在没法绑你了 莲月是万花谷的人 他应该也中了毒 莫非他有解药 没用的 解药只有谷主才有 我一直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一直都没有解药 除非 除非拿别人的解药 莲月 莲月 那请太子殿下 陪我演出戏 你就这么信任我 就不怕我真的喜欢上那个女人 当然了 小月儿一直相信小周哥哥 果然是你 还好我们都找到了对方 你放心 这一次以后 我一定不让你受伤 我帮你戴上他 来 差一点我就要失去你了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你出事吗 殿下你在担心什么 担心我无法自保 还是担心我会受伤 什么都担心 古怕你受伤害 更怕孤护不住你 让你身陷险境 可是你看 我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殿下 要不你们能不能先撤 我来收拾这个 我们先回去吧 滚 童童给我滚 给我滚 滚 这该死的贺锦州 本宫经营多年的万发股 就被他给一锅端了 如今连月也联系不上 苏月也无法控制 这太子该如何上 谁 娘娘 对不起 属性让你失望了 失败了 怎么可能失败 娘娘 您别生气 不行 咱们还是有机会铲除贺锦州的 行了 铲除铲除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只看结果 娘娘 够了 这么多年 我谁说够了 趁着贺锦州 现在注意力都在万花股上 你去安排人手 去宫里把太子铲除 只要太子一死 这大州就是我的了 是 贺锦州 我要让你跟你夫妻死在一起 不好啊 殿下 皇后发动的弓变 将皇宫死死围住 行 立刻去东交点兵 是 去把苏月抓来 这一战就在此举了 他是贺锦州的软肋 只要拿捏了贺锦州 这大州 就信我昭示的 是 谷主 白总 你还真是命大 为了你这么多年的药 臣一进宫 你就怕了吗 陛下 没用的 这里面都是我的人 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只要你一死 我就是大州的皇 你为什么 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 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要不是梅飞生产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寓衣都叫走了 我的孩子 怎么会没有寓衣医治 死在我的怀中 我只不过让你感受一下丧子之痛 梅飞 是你害死的 是啊 是你们害死我的皇儿 我只是以欺人之道 还这欺人之身罢了 这么说 锦州当年失踪 流落民间 也是你的手笔 没错 贺锦州一出生 你就要立他为太子 我的皇儿才是太子 对了 二皇子不是病死的 是被我杀死的 你难道就不怕 走天谦吗 该走天谦的人是你 若不是你 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梅飞 我的孩儿也不会死 我的孩儿死了 那便有我成为大洲的皇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现在一想到我的皇儿 我都也不能美 你知道这些时日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的皇儿 这么小的一团 就在我的面前咽起 你知道为娘的痛吗 是你 就是你跟梅飞逼我 要不逼我的皇 我的皇儿怎么会死 傻子之仇 不够感情 没想到 这么多年 你是这么想的 你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呢 原来你都知道 我本来是 还想给你机会 既然你如此明万不灵 锦州 怎么会是你 阿云呢 父皇 所有叛贼已经全部拿下 现在还有万云 和她的亲信还在增长 皇后娘娘 你要怎么处置 我们败了 殿下 不好了 殿下 万云抓走了太子妃 现在正威胁我们教书皇后呢 放了皇后 不然我就杀了她 皇后失德 收回皇后侧宝 打入冷宫 农逝不出 狗贼太子 放了皇后 我就把太子妃还给你 别挣扎 你中了软骨死 还是想想你的太子殿下 怎么救你 太子 你的打算是什么 区区一个太子妃 死了便死了 我相信太子妃 会明白姑的苦心 赫锦州 你跟你父亲一样冷血 苏月啊苏月 你听到了吗 你背叛我就跟一个这样的人 真可怜啊 可怜你用情至深 到后来 却成为男人丢弃的垃圾 贺锦州 你果然跟你父亲 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这个女人对你用情至深 却成为你的牺牲品 你们男人 果真一个样子 所以你真的要太子妃死吗 一个女人而已 死了便死了 我太子妃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来人 换子拿下 慢着 贺锦州 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份大礼 希望你会喜欢 我只要一刻钟看不见皇后 我就再送你一份大礼 我看看你能撑得住多久 好 我答应你 不要 不要 不就是一条命吗 他们拿去便是 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我们换人 娘娘 你没事吧 放人 你把苏月放了 放了 我把她放 那如果你不放我们娘娘怎么办 不如这 我数到三 我们同时放 好 别耍什么小动作 我会立刻让她去死的 一 一 二 三 三 我不会放过你的 让人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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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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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云 阿云你没事吧 娘娘 对对不起 阿云 阿云 不能再 保护 你了 谢谢 你当年 伤了我 娘 我不能 保护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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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太子妃体内有剧毒 加上之前受的伤本来就没好利索 今日又失血过多 恐怕 凶多吉少啊 有 丫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啊 殿下 听说南音寺的方丈很神 科姐时间百病 说不定太子妃的伤势 方丈她可能有办法 南音寺 请问方丈可在四中 施主可是太子殿下 正是 阿弥陀佛 方丈在藏经阁 静候施主 多谢 且慢 施主物己 方丈有言 让贫僧转告施主 请讲 藏经阁乃此山之巅 彼此有一万八千几十斤 方丈言之 让施主从此处 一步三叩手 跪至藏经阁 简直一派胡言 主星 不得无礼 这么做便能救我的八七吗 新城 方可感动上方 何去何从 还请施主 自行决断 只要能救过的八七 不愿尊从方丈之言 一步三叩手 直至山巅 阿弥陀佛 殿下 不可呀 您归为天子 一无不扫 何以扫天下 若无诚心救我的八七 又怎能让天下苍生 黎民百姓 相信孤兑他们的爱护呢 你 没错 我 优优独 可 一 二 感谢观看 太子殿下为了给太子妃博得一线生机 不惜一万斤之躯 位置山巅 太子必定成为黎明爱戴的好皇帝啊 娘子 莫不是后悔嫁给小生了 若非太子妃搭酒 你我早已冥散黄泉 小女发愿 愿上天保佑 太子妃平安 与太子殿下恩爱本首 太子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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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锭安 态腾平安 太子飙柔幅 ainsi 小师傅 方丈可愿见话 阿弥陀佛 施主 方丈在里面 方丈 阿弥陀佛 施主真心感动上天 贫僧愿意将这舍利子 赠予施主 阿弥陀佛 感谢方丈 月儿 你快醒来吧 别留孤一人 月儿 月儿 你醒了月儿 月儿 皇帝诏曰 封上书大人 为太子太傅 陛下 您把思念一个人 扔在皇宫处理朝政 这样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 朕答应你了 等思念可以处理朝政了 朕就带你 去过咸云以后的生活 朕就带你 你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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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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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